其实粤剧的大审戏是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研究和追求 特别是在八玉堂的大审戏里面 在行内堪称一拳 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请到三位粤剧名领 与我们演出这个八玉堂的大审系列 与担任我们今个计划里面的艺术总监 他们分别有罗家英先生 龙冠天先生 与陈敏怡小姐 我们可以转转一个方式 轻松地唱谈八玉堂的大审系列 好啊 其实我们欣赏八玉堂的戏 要欣赏它什么精髓 还有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活动 发动八玉堂大审系列的计划呢 活动就莫先生我说 其实我们今次的演出是很偶然的机会之下 大家都知道 演出完之后我们就涵谈 当时嘉英哥就告诉我们听一些关于前辈的演出 当然包括八玉堂先生 我们作为后辈的当然是什么来的 也不知道有这些演出 也未曾欣赏过 于是就辛苦嘉英哥告诉我们听一些 资料和当时他演出的东西 我们听到之后非常感兴趣 更加难得就是他肯答应 带领我们今次的演出 作为艺术总监 三套八玉堂的大审戏里面 分别有 干场图大妙之审帝 三审玉堂春之大审 风火宋刺云之大闹开封 但刚才我看剧本 其实剧本真的非常简单 但你们怎么可以 将一个这么简单的剧本 可以活现在舞台上 首先一定要感谢恒哥 因为他是我们的艺术总监 也在我们三个来说 只有他唯一一个 见过白玉堂的演出 所以他会知道 有什么叫戒口 是怎样做法 我三套剧里面 我只做过三审玉堂春 这部电影当时 由他的徒弟王军林 他也跟我谈过这部电影 但这部电影是十几二十年前的 现在再有机会做 又是另一马市 加上恒哥会告诉我 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我只选了这部电影 其他那些怎样选角 怎样派人 就行过宅主义了 刚才你说 看剧本很简单 简单的剧本 很可能是这部电影 已经是五十年前 六十年前 那些剧本 以前来说 剧本真的很简单 是靠演员 他怎样去演的 就算大家很熟悉的 《湖不归》 是很简单的 《长花》 《白纜》 《菌花》 《中版》 《以往》 是这么简单的 但怎样做出 那部电影 能够成功的电影 就真的靠演员 而《白纜唐》的演戏 亦都是这样 当时的人写剧本 就不跟现在 《唐迪生》 或者其他新一派的 写剧本 他们的方式 他差不多是 写了出来 老官 你自己搞定他 所以每一位演员 他都有把握 在一个很简单的剧情里面 他能够丰富到 怎样能够吸引观众 怎样将这部电影 做好 有时我们经常都说 剧本 和演员的关系 有时是人包戏 有时是戏包人 例如刚才你所说的 那些戏 是很简单的 那这些算不算是人包戏 直接是人包戏 即是说人的演出 去将戏的不足 彌制了 以前的戏 有一个桥段 有一个桥段 一个故事 开场到结尾 中间有一个故事 但是故事的连接 如何表达 每一场戏 写剧本的那个 未必是写足的 也是靠演员 他的人生体验 他的 很好的演技 和他的表演能力 来将那些剧本 连贯了 丰富了 就像我们那样 去拍电视剧 电视剧 他就写了剧本 但是 人与人之间 台词台词之间 是有一个连贯的 我们怎样把剧本 怎样把台词 连贯它 就靠演员 去丰富它 去加它 我想现在 鱼和荣怡 都经常 会做到这些事情 其实今次这个 《三宗旁春》 就给我一个 刚才恒果说的 很大的体验 因为你根本 譬如我 好像我被审 我真的跪在那儿 成长 就是在审 那剧本写出来 就是一些 曲词的道理 解释 你怎样可以在那儿表达到 你当时的委屈 各样东西 你真的靠在那一段表达 以及观点 逼你的感觉 其实是 真的有一些 所谓 人包气 当然我们很尽力 希望做到这件事 但是 真的感受到 然后真的要用这样的 很多时候 做这些大审戏 最辛苦的就是 发胆 由头跪到尾 如果那场戏长 就跪一个钟头 也迟了 是的 还有 又讲开了 李瑜伽 就是我们 女囚犯 她有一个家鎖 手是这样 这样 但是其实这个李瑜伽 我又跟恒果谈过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李瑜伽是怎样来的 在古代来说 要起解的人 他们有一个家鎖 一个家鎖 就是怎样 一个木 一个圆圈 两个小圈 那个大圆圈是孤着脖子 两个小圈 就是套着两个手 再有一条锁链 锁住它 而那个家 它就会 很重的 有些包铁 有些是很厚的木 有些是几十斤的 是让那个犯人 抬着他家 仇苦 男人来说 是一个木的 这样做 而 三坦玉堂春里面 那个李瑜伽 是一种美观 亦都是 花旦容的 梅兰芳以前 很多人 去做这个 经剧的 玉堂春 一定是 抬着李瑜伽 直到等于是一个 圆圈 两个瘦 不过 美化了 美化了 让他出场的时间 是更漂亮的 是这样的 合不合理呢 不是太合理的 这么漂亮 不是这么合理的 但是 但是 舞台的美感 是的 习惯了就是这样 因为他本身 以前那些舞台 也不是这么漂亮的 那些 一幅这样的布景 出仗入上 而且他穿着红色的绸衣 宋宫道 穿着黑色的座马 背着李瑜伽 一条水踏出来 就是一个美观 可能以前也不是太漂亮的 可能是李瑜伽的形状 后来加一加一加 越整越漂亮 又不是颜色 是的 穎儿你又用过李瑜伽 你觉得 一个枷锁 两个手这样弄着 是不是很辛苦 其实有点辛苦 其实当时 演出的时候 我也有担心过 刚才你所说的问题 你自己做了这么久 又跪在这里 你真的起床那一刻 我都很担心 很辛苦的 用不了力的 是的 加上你一场 这样的大神戏 你自己都会 真的投入去发挥 真的可能会哭 或者有一个很委屈的感觉 到你真的起床那时 其实真的有点难度 是的 所以有时真的要做戏 有可能性是 真的除了枷锁 有的 有的 就是有时 戴枷锁 去审判他的时间 开枷锁再审判他的 有这样的想法 大审戏也挺复杂的 不如我跟你说 好 就是我预期的大审 特色在哪里 我们的粤剧 最特色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罗古 大罗大古 大刹 高边罗 这个是 其他剧种 没有的 广东班的特色 是我们粤剧 广东粤剧的特色 同时我们的罗古 有别于 京罗古 我们有大罗古 就是我们的大刹 里面有 闻罗古 就是这个闻罗的打法 亦都有 高边罗的打法 罗古点是不同的 就算我们吹牌子 闻点钢 闻点钢笋 闻点钢笋 都是不同的 所以 表达到粤剧的特色 就是我们的 大罗古 大刹 而我的大刹 我从未听过 是用京罗古 去做大刹 一定是 大罗大鼓做大刹 我们演员 一定要熟悉 罗古点 我们熟悉大罗大鼓 粤剧的传统罗古点 配入我们的南派做手 然后才 做这场 这样的大刹 而是有别于 其他剧种 而伯玉堂 他的大审秘 他的成功之处 当时来说 传郎 说他大审 第一 绝 做大审秘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因为他坐在那边 坐在那边 来的观众是最远的 同时以前来说 是平的 没有高台的 你这个演员 要吸引观众 注视你 你要靠什么呢 靠对眼 没错 靠对眼 而伯玉堂 他对眼 是全行公认 眼神是最灵利的 他的眼 突出来 有火的 和他的聚焦 经的灯光 聚焦 你也好 是 经灯光打过来 他的焦点 在那里 让他人看上去 觉得他的眼 是有两点光 发光 在一张瞳孔里面 他怎样能够 将一张光 能够进入到你的瞳孔里面 发出来 而观众看到 他一定是经过苦练 同时 他的节奏感 快 慢 轻 重 和配合他自己本身的伸断 我觉得白肚堂 在台上 是一条龙 我觉得是用龙 去形容他 神龙见识不见味 他真的像龙那样 神龙那样 闪烁的龙 是的 很厉害 但我现在 经常说 如果大家想 看看白肚堂是什么样子 他的眼睛怎么尼发 在哪里找到呢 刚才我们 幸好嘉英哥给了一些提示 我记得是有套戏 果然是独一无二 有套戏 是哪一套戏 就是冯保保做的 小狀元 他也出 里长的 是 这一套是电影来的 导演就是冯峰 冯峰他也很欣赏白肚堂的 这一套大审戏 他特地邀请白肚堂 客串其中一个角色 不多 小小的 三思会心 冯保保就坐中间 白肚堂 这边 靓似白杂变 哇 你听一下 靓似白和白肚 一个老三 一个老四 老四当然有两位老三 老三就 就 都不是审 就是 那个冯保保说 不如你要问他 他会出来 和花旦 做小小的戏 唱一段 小小的中版 就不是那么多 那在这段电影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白肚堂 整个样子 很正派的样子 是他的鼻角 钟庭很直 那眼 很厉害 很厉害 灯眼 只有一張鏡頭 眼鏡頭就砍掉 剛才是反出來的 很厲害 但他有一個挺有趣的構圖 你看到他有一個構圖是三個未賣位之前 因為他是小狀元 馮浩寶是靈性矮的時候 小朋友很矮 白玉堂和四叔是很高的 從不在那邊 好像兩棟大廈一樣 很有趣 所以這部電影值得看嗎 有我這麼高的 白玉堂 有 剛才看過也很高大 他大審戲有 寸道 尤其是那些怨氣 他能夠分到 穿網怎樣去審人 穿件圓領怎樣去審人 窺頭雞尾 無搶的怎樣去審人 你戴上沙姆的怎樣去審人 他能夠分出演員的角色 你做官做了多久 你不是每次都要擺官威 有些新人類 剛剛做官的 他想擺官威 他都未有官的感覺 等於看新人去演戲 還有看舊人去演戲 那這些老官和亂官都有分別 白玉堂能夠分到 我是新官 舊官 還有我是文官 武官 還有我們大審戲裡面有一個特色 長花開尾 中版壯典莫苦開尾 崩燈撐 喔角角 啤噤哩嚁聲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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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有三步樓梯 因為平時前戲是平的 就是跟抬在舞台也沒有搭 乏同他負責模型造的立場 他就逛 上三部樓梯才参 inter- 下船的時候 是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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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就兩邊看 那怎做也好 看完之後看到花彈 未必看到她 她就做手 擦粒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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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做手 普通人最多做五六下 我看她做二十多下 擦粒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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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粒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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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壓場,他真的能做到這件事 我們要學習他們的東西,學習他們的精神 很多時候都是一樣,每一個演員的開頭一定有一個偶像 你學了一個偶像的時候,你自己慢慢做多久就會脫變 所以有時候演員,我經常聽說,你學他,你要學他的精髓 你如果學他所有的東西,有可能你不會有他這麼精彩 還有剛才有行哥所說,他埋位開位都是三部,有一個故事 因為這麼幸運,在我入行之後,有一次是華光師傅彈 在演戲之前,他坐在那裡,當然是一群人圍著他聊天 我見過他,他坐在那邊聽說 以前有一個清朝做官的人,夢探花 問他,為何你懂得上三級樓梯 我覺得這樣有點身形,你知不知道你對嗎 以前我們的衙門就是三級了 所以為何現在講到三級呢,就是這樣來了 有限我們就真意聽他說過 所以這些是一個真人真事,不是靠古的 所以都是一件很值得大家參考的事 白棠他本身除了大審未好之外 小生戲就是很好的 官生 官生也是官生,小生就是梁山伯那些之類 福如根那樣,他有一套戲是崔莊介玉王 講他去記仔,認識老舉 他以前的去慣了,坐在那裡等人 等人,等人,等人 他自己無形做了一形,拿著有些瓜子 你在唱歌,他吃瓜子 他那種精神,他就不會給他空間 還有他講到大審那件事 那個官坐在那邊,他就要一眼觀察 他要照顧了全台 你不能有一刻分心 你都要採摯,聽清楚 每個人講說話,每個人做什麼 你由他那道書,引申到整個台 完全是不能分心 你才能夠掌握那場氣氛 因為是靠你,你審,你要快要慢 你要重要輕,都由你去主宰 因為花單是被動 那兩個是逼你的,但都要看你的 所以那個大審戲很興奮 大審戲坐在那裡最重要,也是最緊張 那個感覺,一說做大審戲 別說坐在那裡,我看見文武森 在那裡,很形狀 因為整台戲,這場戲 如果坐在那裡,這個大審戲 如果他做得不好,整台戲都可以走 如果他做得好,就像行哥所說 白玉堂迫到整個氣氛去到最高潮 其實白玉堂這種表演風格 會不會流傳到我們現在的後一代呢 我接受到他的東西 尤星寶也接受到他的東西 袁紹輝也接受到他的東西 李奇峰也接受到他的東西 就算林家昇也接受到他的東西 羅家寶也接受到他的東西 但他們是學他的精神 不是學他的動作 所以他的東西影響到他們 我們再看他們 那種傳承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不停地去看電影 年輕人一定要看電影 看人家怎麼做 他這樣做,他這樣做 有得比較 這樣才會做得很有進步 你那些電影你不看 你都不熟悉 這樣一場大審你都不知道怎麼做 我看過的 在星加坡 有一個廣州的 都頗為有名的一個演員 在星加坡做戲 做什麼呢 六月雪營場大審 完全是沒有寸動 他都不知道怎麼做 他就為了自己新排 自己應該開位 他沒有開位 應該親吞賊良相 他沒有良相 他只不過是唱完 這些就是沒有看過 以前的叔父做的戲 可能上面都沒有看 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年輕人都要多看前輩的戲 我近期有做了一部戲 寧窩一笑九重淵 都是教堂的戲 那場大審也是另一種東西 他裡面有讀訟的訟詞很多 有九條罪 後來他逐條解回她 然後釋放范夫人 但是後來就因為 他自己的老婆 收了錢 收了幾千年 所以就叫人們退堂 跟她說 不你這麼多 不只是我收的 那些錢 你媽媽也收了 你有什麼事 你媽媽也有事 所以你一定要答應我這樣做 判她有罪 這樣的 判了十八年冤獄 但是這場戲裡面 曲 就是這樣寫出來 很多是口白 當然有唱詞 但是其中有很多很多 因為開位與不開位之間的問題 就要靠演員自己的經驗 如果你處理得不好 你真是不知道怎麼做 因為除了那個范夫人 那個范夫人的什麼身份 就是她以前一個 那個妹仔 她喜歡她 誰知剛才說喜歡她 這個妹仔告訴她 我要嫁給旁邊的人 她就說 哎呀 娶了現在這個表妹 就貪錢 害了她 所以她和這個妹仔 大家認識之中有感情 我當初也有說過 你要做折婦 我做清官 所以我送折子給你 我就用一個廉字 我做清官 為什麼最後害到她的婢女 要坐牢 那婢女就罵她 你的廉字去了哪裡 我就折了 你又不行了 所以就醜了 但是過程裡面 除了范夫人在這裡之外 這邊有督君夫人 督君夫人 和一個督君夫人的家人 兩個就逼她要下營 而且也花了錢 找人送了四千兩進去後堂 令到這件事變成冤獄 但是過程裡面有很多很多 你究竟開不開位 唱的時候必定要 你不可以有些東西被人聽到 那一定要開位 但是有些東西是沒有唱 而只是說口白一句話 那開不開位 不開位也是沒得做 開位也不行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就要靠經驗 但是你會看得到以前的大審戲 寫大審戲的編劇 那種心態是怎樣 因為這些都是白玉堂做過的戲 一定是按照自己的做法 而寫出來的 所以大家在這裡 要構思和思考如何處理 相等於現在我們做的幾場戲 好像三套戲也有些不同 是啊 三套戲也有些不同 最簡單的就是講三想堂春 我這個就做了官回來 去審這件案 這是一個民官 但是你再做那兩套是另一種格局 是啊 我特意選了三套都是大審戲 但是以大審來說 當然三想堂春那場戲比較重要 那場是桂春桃太廟那場 審帝那場是少許的 就不算是一個大審 太大審的 但是也是一個審 但是他這個就是在衣邊 就坐在衣邊 為什麼會坐在衣邊呢 因為在太廟去審弟弟 那場戲就是講鄭莊公 一個弟弟縮斷 作反 就被鄭莊公抓了他 因為你作反 我就在太廟裡面 在祖宗面前審你 看你認不認罪 後來弟弟認罪 那場戲就是這樣 弟弟最初是不認罪的 因為他媽媽的姜侯支持小兒子 就不喜歡大兒子 鄭莊公就是左轉裡面第一篇 就講姜氏 就生鄭莊公 叫吳生 為什麼呢 難產 難產令他生得很辛苦 所以很生氣這個兒子 但是這個宿段是順產的 所以他很疼愛這個兒子 想這個兒子做皇帝 就不想鄭莊公做皇帝 這樣 所以就支持小兒子作反 那那個大哥審他的時間 因為他弟弟 因為有個老母子 他怎樣審他 左右為難 那就是白玉堂做的事情 是相當之好的 在過往我聽說 就是曾三波做個弟弟 白玉堂做那個鄭莊公 那這兩個都是老氣骨 大家出台就是公平競爭 你有那個樣子 我又出這個樣子 就是這些 那以整個戲來說 這場戲 就以這個縮斷更加強硬 因為他動作多 又要殺妻有水法 又乾腸淘汰廟 那那個吳生 就只不過是審他 但是白玉堂也沒有洩虧 後來這套戲 我爸爸也做過 我爸爸審羅家惠做縮斷 兩個人也做得很好 我爸爸也是按照白玉堂的演法去演的 那段後來 哎呀 我這個愛弟 我這個弟弟 你這個畜生 他那種節奏 起伏很厲害 令到那個演員 突然間會這樣 他白玉堂 觀眾也都 為什麼突然間會這樣 就醒神 令到那個 做戲都要經常是這樣 不是太平 太平 好像新馬仔做《胡不歸》 他也有 突然間飆很高 突然間沉低 都有這些 這些就是一種節奏 何比唱 唱曲 他也有 突然間很快 突然口很慢 突然說很高 突然說很高 都是我的節奏 白玉堂也是玩節奏 亦都玩了感情 接著唱一段鐘板 這樣才 觀眾覺得很過癮 我們在旁邊看 也是很過癮 那時候我們做手腕 站在旁邊看 我很喜歡看一場戲 他就在旁邊擺桌子 不是擺正面的 最後一部戲 我經常做以前 波叔開山的戲 《援冥金牌》 《援冥金牌》也是擺在旁邊 擺在旁邊 為什麼呢 因為金元大殿 你就是擺在旁邊 皇帝就擺在旁邊 還有一部戲 擺在旁邊 你經常做的 刁蠻公主 為什麼呢 因為公主比你更大 皇帝在旁邊 就擺在旁邊 擺在旁邊 即是 正面是最正宗的 其次擺在旁邊 也可以 看你如何安排這場戲 所以大嬸戲裡面 其實不一定很規例 在正堂裡面 也有 譬如你做 我們都很喜歡很多 叫香羅聰 香羅聰 香羅聰 他審之前 他大約出來 先試一下審問 問了那些東西 才開堂審的 變成那場戲 和六月書的那場戲一樣 刑場在那裡 都是一種問 不是審 是順問 就是這樣的意思 問完再審 為了達到成全的目的 我們希望可以把這三套大嬸戲 共註以誓 給那些後殼 觀眾 可以一同欣賞 所以希望今天可以 有行哥 旭哥 詠儀姐 都可以幫我們介紹這三套戲 第一套就是 乾場淘汰妙子審帝 其實裡面有什麼特色呢 這個特色就是 他是規頭雞尾陀劍 這樣上的 在服裝裡面的特色 而他的特色呢 就是在一個 衣箱角審 就不是在正面去審的 為什麼呢 因為正面是最大的 是比祖宗 他們神主派的 所以他不能夠 潛越他的位置 所以他在一邊審 所以斜斜地的 那個弟弟 是斜斜地 這樣跪在這裡 這樣審 我們這些編排 很多日期都會有 會冥金牌也是這樣審 但是那個主要上 就是看那個文武生 那個鄭莊公 怎樣去審這個弟弟 縮斷 因為裡面還有一個 阿媽就是姜侯 姜氏在那裏作梗 那他手掌又肉 手臂又肉 在這個人情方面 他應不應該放個弟弟呢 但是在法律方面 他應該要懲罰個弟弟的 是怎樣懲罰他呢 那他都是 不知怎樣做 那就唯有給他一把劍 你自己想一下 你走也好 你死也好 你自己決定 那這套劇呢 以前是曾三多 和白玉堂為小芳開山的 他們三個在台口 大家互相去演出 變成功力識敵 他們大家互相發揮 一個要罵兒子 一個要幫兒子 一個要想教訓弟弟 因為他媽媽在那裏 那個劇情都很有矛盾 還有一個老婆在那裏輕風作浪 這邊還有一些大臣 就說 皇帝你不可以這樣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你將來怎樣自覺 變成那個鄭莊公是很難做的 那樣看待鄭莊公 功民無生 怎麽去演繹這種角色 他與弟弟他那種交情 怎麽大家去接觸 怎麽去分勢他 等他改過 或者 他覺悟 終於那個lden 他自己覺悟了 覺得自己這樣做是不對的 為了要表達自己的忠心 他自殺 否復 腸掉了出來 用血在牆壁寫了肝腸塗泰苗 血族箭仙寧 三個字 兩個一對一對 然後殺妻 自己自殺 這套戲是比較壯烈的 剛剛行哥說了肝腸塗泰苗審大內容 我們不如請羞哥 龍冠天先生 為我們介紹一下三審龍塘春之大審 好 這套戲我曾經整個長劇都做過 這次是做一個截止戲 由他高仲開始演出 他主要是想介紹一下這個人 黃金龍 他跟蘇三之間的關係是甚麼 其實他想著高仲回來 就會跟他的愛人蘇三成婚 誰不知遇到這件案就是關於蘇三的 原來蘇三就是被人賣了他 去給一個有錢人做他的太太 應該是說妾士 他的原配很不喜歡 就想找一些酒毒死他 但是就被他的丈夫拿來喝酒 毒死自己的丈夫 這件事就嫁禍了給他 於是剛剛我榮歸的時候 就遇到這件案 這也是自己當年的愛人 怎樣處理呢 當然是想救他 但是在這個公堂上面 也都有一些權勢在這裡 是令到我不屈服不得的 最後是要判他起解 但是他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演法 就是在他判了他之後 他寧願器官不做 拋烏沙 隨網泡 然後自己拿一支盤龍棍 是說我親自去押戒他 在這一段裏面 他們用了一個穿三角的做法 一路唱一路做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良相結束 有時候我們在公堂上面 我記得初初這套戲我接觸的時候 就是黃君林 白玉堂的徒弟 他就跟我說過 他說當你除了沙帽 網泡之後 他們會是另轉面 是換了對蝦仔或者打鞋 然後才跟他們起解 在當時 花旦就開始上了李瑜伽 但是這一次的演出 我們就散卻了 因為如果你要轉面 像他們這樣 換了對高蝦 去轉一對平底鞋 這樣大家很多在場上的演員 就不知道做什麼好 倒不如我們很乾脆的 頂帽飛了 跟著脫了網泡 穿完殺板 就已經可以穿三角 一路拉抗 最後一個四尺良相 那就已經整件事表達了出來 就可以比較清爽一點 這樣我相信 在這個處理上 恆哥當日都有提議過 我們這樣就比較快 完成這件事 是不是這樣會好一點呢 起碼我們的程式 有些特別的就是 看回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高中那一段 我們唱完高句 然後就完台 完台之後 準備入場之前 會回頭唱完下句 收起來 然後再入場 這個規格 到我們大審的那場戲 中間所有所有的開位 與不開位的東西 當然要自己處理一下 到最後 這個演繹方法 也我覺得是 大審戲裡面 比較特別的演出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 盧冠天先生 就跟我們介紹了 三審肉堂春之大審方面 不如一再請行哥 跟我們介紹一下 《風火宋慈雲之大樓開封》 好嗎 《風火宋慈雲》這個主角 叫做鮑貴 叫做鮑廷超 他是鮑公的後人 也是宋朝 一個開封府的婦運 一個官 他就陳舟散良之後 他就回去開封 遇到一個人 就是被一個國口爺打死他的女兒 他就難途告狀 這個鮑貴 他就將這件事 便稟告了皇上 皇上容許他審一件案 就是開封府審一件案 而審的就是權貴國口爺 國口爺有個西宮 國口爺有個姐姐做西宮 國口爺的老爸是國長 而另外一個人 仗義的那個人 就是正公娘娘的弟弟 陸鳳陽 也是權貴 而他也有個爸爸 也是國長 是正公國長 他就想著這個冤獄可以打得成 當然西宮國口很囂張 而那個北廷昭當然是 北廷昭當然是不會害怕他 也都有正公那邊去支持他的話 他想著可以申願 誰知道西宮又來 正公又來 嘩 越來越多人 這樣直接壓迫到這個包貴 都不知道怎樣好 到後來皇帝都來了 皇帝就很疼正公 給錢那個老人家等他選數 那老人家拿著錢 就不知道哭好笑也好 包括呢 就有一段長句滾花 嘩 黃少你真舊氣 真舊氣啊 即一百兩黃金 就可以換到女兒了 即天下都沒有什麼公理 即這樣講這個官場 那後來西宮國口 還在人面前踢死了黃昭 踢死了虎主 那正公國口也打死了西宮國口 嘩 嘩 事情越整越大 這樣都不止了 那個正公國將就想補咒自己的兒子 一家收押天爐 後來包貴向他求情 而皇后呢 又剛剛就是 有新紀 有新紀 那皇帝雖然是分猛 那好了好了 但是去天爐 那西宮國口和西宮兩個 我們趁這個時間 我們趁這個時間 火燒天爐 鋸了這個皇后 這樣 那怎知道 就被包貴聽到 那包貴就 漏夜放咒這個皇后 那皇后剛剛生了兒子 這樣 生兒子的時間 那就是 有火燭 那剛剛有雲 剛剛遮住 那皇后就問那個包貴 將來的皇子 叫什麼名字 叫慈雲 所以有下集 叫慈雲太子走國 就有一段這樣的故事 那這段 就叫做大鬧開封 很熱鬧 人很多 那包貴 也是審他的時間 就要多多方面 都要去照顧 又不能夠得罪這個 又不能夠得罪這個 但是又要去主持正義 令到他很難做 終於皇帝來到 他都不知道怎麼做 唯有就是 順著皇帝意思 再想辦法去救這個政公娘娘 那個故事就是這樣 今天都很多謝三位的藝術總監 有羅家英先生 羅管天先生 和陳佩儀小姐 相信各位觀眾都很喜歡 這三套的大審戲 希望這三套的大審戲 都可以作為成全的物料